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独裁梦境 奇事存在 跟着我们一起来 小小精灵 咚咚吃饭 见着我们的旅行 独裁梦境 奇事存在 跟着我们一起来 小小精灵 咚咚吃饭 见着我们的旅行 智慧树上 智慧果 智慧树下 你和我 智慧树前 做游戏 欢乐多有多 我爱变魔术 智慧树星球新的一天开始了 今天会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小故�� stable 小小故事 我可以跟你一起跳舞吗 好呀 小铅笔 我们一起跟随音乐跳舞吧 对不起 小咕咚 我把你的桌子弄脏了 我还是不和你跳舞了 没关系 小铅笔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 他可以帮我们把桌子清理干净 你好 小铅笔 我是小橡皮 认识你 很高兴 小橡皮 我和小咕咚跳舞的时候 不小心把桌子弄脏了 这可怎么办了 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三个一起跳舞 我就可以把桌子清理干净了 小橡皮 你太厉害了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爱变魔术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大魔术师绿泡泡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首先要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小嘉宾 郭锦仪 今年五岁 小嘉宾 张嘉远 今年五岁 欢迎来到魔法世界 来 欢迎你 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们 两位漂亮的女魔术师 咕噜咕噜 绿泡泡大魔术师 今天要跟我们的女魔术师变什么神奇的魔术 今天的魔术确实是很厉害 先来问问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这是什么吗 小皮 哪个小朋友能告诉我它都有什么作用 或者说你们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它 谁先来说 画画的时候用铅笔 画轮廓的时候用它 如果画错了的话用它擦 画画的时候如果画错了可以修改 还有什么时候呢 写字的时候如果写字错了就用下皮擦 说得太好了 这个橡皮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伙伴 包括在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上幼儿园的时候都离不开橡皮 这个文具盒里必备的一个学习用具之一 可以说 那好帮傻 对 今天我们的魔术就是围绕着橡皮来进行的 因为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家中 一定都有橡皮 赶快拿出来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那今天的魔术也有一个特点 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变 为什么说一起来变 因为下面我也要让小朋友和小咕咚 每人人手一块橡皮和我一起来做同样的魔术 好吗 好 来 当然这个花色不太一样 单位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一下 好 花色大家已经都分配好了 这个魔术非常的简单 只是要让小朋友把这个橡皮从这个套里边拿出来 来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动作 来 一 二 三 让我们看一看 确实有不同的颜色 现在这块橡皮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包装的橡皮 对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用手把它捂上 我请小朋友先打开看一看你们的橡皮会有什么变化吗 来 乌拉乌拉Q 乌拉乌拉Q 打开你们的手露出橡皮让我看一看 是不是还是刚才那块橡皮 对 没有变化 好 现在数三个数 我要打开我的手了 和我一起来数 一 二 三 我的橡皮又穿上了一件衣服 你拿着的新橡皮 是吗 还是刚才那块 但是却变出了一件新衣服 来 接下来我再来给小朋友们变一下好不好 好 刚才大家觉得这个非常的神奇 还有点没看明白 好 现在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一块普通的橡皮 对吗 我把它拿出来 这是第一步 好 拿出来之后 手把它挡上 现在我要施魔法了 和我一起来说乌拉乌拉Q 好 我们数三个数 1 1 2 3 怎么样 又穿上了一件衣服 橡皮又穿上了一件衣服 是不是很神奇 太神奇了 小朋友们想不想学这个魔术 想 好 那就让我们请出我们的好朋友摩香乌拉拉 让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让我们一起说 魔香 魔香 乌拉拉 我不是魔香乌拉拉 我有神奇的魔法 材料都在车里拿 睁着眼睛看好了 今天我们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 一块带包装的橡皮和一个完整的包装纸 好的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来教大家变神奇的魔术 刚才为什么我们把橡皮拿出来之后 经过短暂的神奇的变化 这橡皮又穿上了一件 外衣是怎么做到的 现在我就来告诉大家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我只要先把橡皮拿出来 你们就都明白了 看 小咕咚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了吗 没有 没有发现对不对 因为不同之处不能够那么容易的让你们看出来 它往往是藏在真实现象的背后 非常简单 橡皮上面提前贴上了一个包装纸 这样的话 离远看就以为又穿上了一件衣服 其实只有这一面是有的 其他的几面都是没有的 所以它能够很好的被隐藏在之前的包装纸的下面 好 现在我们把它放回去 我们一起来做 注意 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拉开这个橡皮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这一面露出来 明白吗 这一面要冲自己才可以成功 让它让别人看见 对 小朋友和我一起来做 拉开这个包装纸让我看一看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用手把它挡上 在手里的时候我们悄悄把这一面翻转过来 冲前 好 用手捂上 一起来说我们的咒语就是 乌拉乌拉跳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手 我们的魔术就完成了 来 让我们一起为自己鼓鼓掌 我喜欢这个魔术 好 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个魔术 把它学会之后可以交给自己的小伙伴或者是大朋友 好的 刚才我们大家都已经学会了这个魔术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小丑琪琪有没有学会呢 乌拉拉 我也学会了 第一步 剪下包装纸的一面并贴在橡皮上 然后再套上完整的包装纸 第二步 展示橡皮 把包装纸取下来 橡皮放在手上 不要把贴有包装纸的那面露出来 第三步 再次展示橡皮的时候 把贴有包装纸的那面露出来 这样 魔术就成功了 大家好 我就是奇颜希 今天的魔术我学会了 我给大家变一下 这是一块橡皮 我把橡皮壳抽出来 我把橡皮壳抽出来 然后我把它放到手上胸里 魔法咒语乌拉乌拉Q 然后它又变回来了 我的魔术成功了 我的魔术成功了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们的好朋友小手琪琪 还有电视金弦的小朋友们 都学会了这个魔术 那今天在场外还有一位大魔术师 小朋友们想不想看一看他的表演 想 好的 那就让我们请出我们的魔棒小Q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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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术很神奇 啦啦啦啦啦啦啦 魔术很容易 只要动手又动脑 只要你愿意 神奇的魔术在这里 Ready 大魔术师 今天大魔术师给你们展示 我的最新发明神奇的纸包 想不想见识一下 想 看好了 这里有一张普通的白纸 我可以把它变成任何颜色 淼淼 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喜欢粉色 粉色 那我就用我的纸包 给你把它变成粉色 其实我发明的纸包里面 是一个更小的纸包 更小的纸包里面 是一个更更小的黄色小纸包 我先把这张白纸放到纸包里面去 把它封好了 接下来 用到一根我发明的神奇的魔法棒 登登登登 这不就是一根筷子吗 嗯 喵喵 大魔术师的筷子 可不是普通的筷子 它们是魔法的 看好了 乌啦乌啦 粉色的材质就变好了 大家给你看看 登登登 嗯 我要的是粉色 你怎么给我变成绿色的了 你怎么还真的变成绿色的了 你太奇怪了 那这样 嗯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筷子呀 它的魔力不够 那现在呢 我给你个更厉害的魔法装备 就是 登登登登 这不就是一个漏勺吗 喵喵 大魔术师的漏勺 可不光可以成吃的 它也可以用来施魔法的 这次一定能成功 看好了 乌啦乌啦 Kill 这次已经变成了粉色的材质 这次怎么变成蓝色了 怎么又变成蓝色的材质了 嗯 那我再试试吧 看好了 现在呢 我要用的一个最厉害的魔法报 就是我发明的这个东西 大魔术师 这不就是钉钉子的锤子吗 大魔术师的锤子 可不光可以用来钉钉子 还能施展神奇的魔力 乌啦乌啦 Kill 我们来看看 哎 咚咚咚咚咚 太神奇了 今天的魔术 你们觉得神奇吗 神奇 神奇 太神奇了 变魔术 变魔术 我爱变魔术 快来到银房 好的 感谢我们的大魔术师 带来的精彩表演 今天的两位小朋友表现得也很棒 我们再次为自己咕咕掌 最后也让我们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吧 一起来说 乌啦乌啦Kill 我爱变魔术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这些小鬼 一个小鬼 我的大小鬼 我爱变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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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FS 杨茜 我是盗哥 黑 我是摩尔 刀哥和摩尔 古琴 大哥,这个乐器我认识,是古琴 嘿嘿,摩尔,这次你说的可不对 这不是古琴,这是古琴 虽然它和古琴很像,但是却有很大的差别哦 古琴?就是传说有上千年历史的那个琴吗? 嗯,没错,古琴又被称为摇琴、玉琴、七弦琴 是我国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 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它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地位最崇高的乐器 被列为琴棋书画四翼之首 是古代每个文人的必修乐器 像我国古代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等等 他们不仅写下了很多和古琴有关的诗句 而且都是非常有名的古琴演奏家哦 啊,古人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古琴啊? 嗯,这个嘛,我想可能是和古琴发出的声音有关吧 古琴的声音给人一种宁静、优雅的感觉 只要听到他的声音不知不觉就让人变得很安静了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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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没错 古琴在2006年被列入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哇 太好了 这么好的乐器就应该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它 去传承和学习它 是啊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认识的是什么乐器呢 古琴 没错 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千万别错过 再见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咕噜咕噜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噜 灵灵灵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灵灵 好的 灵灵 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吧 好的 灵灵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很后来 小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满 下载央视频点击关注智慧术 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